秦宇飞升仙界后,蓝锋还有用吗? 他最终结局如何? 蓝叔留给秦宇的剑仙傀儡蓝锋,是给秦宇的一个保护伞。 只要给予蓝锋足够的极品园灵石,蓝锋甚至能发挥出九级金仙的实力。 有了蓝锋的保驾护航,秦宇十分轻松地就得到了万寿谱。 毕竟那些人也打不过蓝锋。 天结批下的时候,最先批的就是蓝锋。 在凡人界,蓝锋可谓是帮了秦宇不少。 那么,在秦宇飞升之后,蓝锋还有用吗? 他的最终结局如何? 在秦宇刚飞升仙界的时候,蓝锋也帮助了秦宇很多。 毕竟蓝锋是一个剑仙傀儡,身体的强悍程度远大于秦宇的肉体。 将灵魂附着在蓝锋身上,发挥出来的实力比秦宇自身强。 秦宇也习惯于使用蓝锋的身体。 由于蓝锋的身体表现过于出色,秦宇都快认为蓝锋的身体是不可摧毁的。 当清雪渐先劈开蓝锋的身体之时,秦宇整个人都已经梦了。 之后,秦宇在暗星上发现了绿色液体,比起冰魂寒气温度还要低。 要知道,冰魂寒气就能够动力下品神器。 而这种不知名的液体比冰魂寒气还恐怖。 仅凭这一点,这绿色液体就不容错过,只不过以秦宇的肉身无法接近。 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蓝锋。 但这次秦宇又失望了,蓝锋的身体刚走出一步就被压趴了, 未能帮助秦宇取得绿色液体。 蓝锋到底只是一个九级金仙的傀儡,到后期就有些乏力了。 尤其是在秦宇成为先帝之后,蓝锋出场的几率就越来越小了。 毕竟这时候的秦宇有万寿补,有不少强大的助手。 因此,蓝锋起到的作用就比较有限了。 蓝锋终究只是九级金仙,就连一向强悍的身体到后期也不突出了。 不过这也正是蓝叔的目的。 在秦宇弱小的时候提供保护,让秦宇能够安全地成长为参天大树。 若是之前没有蓝锋的保护,秦宇说不定早就陨落了。 但蓝叔也想让秦宇得到锻炼,并不希望他过于依赖蓝锋。 所以,炼制的剑仙傀儡并没有神智。 不然,以蓝叔的炼弃能力,足够赋予蓝锋简单的神智。 蓝锋的实力在先魔妖界不够看。 但在凡人界,那就是妥妥地站立天花板。 因此,秦宇心念一动将蓝锋留在了凡人界。 主要是秦宇放心不下自己的二哥。 如今,父王、大哥都已经飞升仙魔妖界。 秦宇能够保护他们的安全。 但是二哥还待在凡人界。 秦宇就算是有心保护二哥也无力。 只能留下蓝锋带自己守护秦家。 不过蓝锋的实力太过惊人,足够让秦家在世间无敌。 若是秦家人知道了蓝锋,难免会变得娇奢。 因此,也就只有秦家历代长老知道蓝锋的存在。 也只能在最后关头才能使用蓝锋。 不管是谁,在飞升仙魔妖界之前, 都要将蓝锋传给下一任大长老。 因为秦家的家主百年一换。 但是大长老的位置是不变的。 除非他飞升到仙魔妖界。 如此一来,便可忽悠秦家经久不衰。 蓝锋一直都在为秦家效力。 先是保护秦宇,后是庇护秦家。 不过到了秦家之后,就相当于隐形埋名了。 毕竟需要劳烦蓝锋的情况不多见。 留下蓝锋只是给秦家一个保障。